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我都是主要計畫的人 我會先去了解當地 哪裡有好玩的 特色是什麼 還有名產一定什麼都要買 所以我覺得這次 如果我可以當選人氣的 車長 我一定會帶領大家 去玩一些好玩的地方 吃當地的名產 尤其我記得南投吉吉的香蕉蛋 覺得很好吃 大家好 我是伊莉 重要是我非常喜歡吃火車便當 火車便當 真的 我非常喜歡吃火車便當 我相信各個站的火車便當 都各有它的特色 我沒有去過南投 非常希望 下次以人氣店車長的身分 讓南投試試看你們的火車便當 從專妹陳為籤 其實不瞞你們說 我本身就是一個台中人 然後在我高中的時候 班上有很多從南投 或者是彰化來的同學 然後所以我們週末的時候 都會相約一起去 比如說山上玩之類的 然後南投我個人那時候 最喜歡去的是南投基地 還有南投的藝術村 然後有時候我們也會到 親戚農場去 然後大家剛剛說好吃的 幾幾小吃的話 我覺得南投火車這樣旁邊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就是香蕉 我們今年更精采 我們過去有 CK124的火車來走 當我們山洞修好 更高更大的時候 有這個國王級的 國王的 DT668 這個是國寶級的CK124 這個是國寶級的CK124 它從來沒有 像這樣兩部 這樣國寶級的來行走 因為DT668 剛修好了 第一次來行走的 所以今年呢 非常的精彩 各位 這次來到 週末 禮拜天 都可以來搭 做兩輛的 火車 國寶級囉 同時 也可以免費囉 要怎麼免費 只要你到南投來 駐上 一個晚上 這個 民宿的 住宿店 你就可以 來免費 來搭乘 這個 非常 難免口貴的 國寶級的 兩部 火車 然後衣活 更換 本來就有很好的 風土 人潔 所以總統 常常講 台灣要發展 觀光旅遊事業 最重要的 三大美力 是第一 美景 第二 美食 第三 美德 那 如果推陳 出新 多辦一些像 南投火車好多節 那 配合 美景 又很好的美食 然後 南投縣所 洋溢的 又是 溫馨 愉快 浩克的 這個美 我覺得 觀光旅遊事業 不只在南投 能夠繼續 非要成長 在全台灣 國內外 都能